当新冠肺炎疫苗大量进到台湾 该如何快速的为民众施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前预备如何因应 对于大规模接种有三大执行方向 包括持续扩增疫苗接种合约医疗院所 订定疫苗接种站设置作业指引 推动包含社区接种站、大型接种站 以及外展服务等疫苗接种站设置 并建立接种预约平台 提供民众预约服务 那整体在 我需要大规模在施打的时候 但是要避免群聚 那也要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避免这样子 大家一下子就挤进来 变成人很多 那整个的一个 在群聚上面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所以会发展这样的一套预约系统 让大家根据一定的时间 一定的处所 就可以去施打 那这样比较不会有大型的群聚 然后当然这个整体的方案 就是多元的接种的处所 不管是医疗机构 或是我们的外展的服务 或者在社区里面的设点 那还有我们的大型的一个接种站 大概主要利用我们目前既有的医疗验所 包括医院 我们有300家 以每天300 可以接种300人计 那可以每周大概是4万 另外卫生所目前已经不点了200 200家 那每天可以接种100人次 那每周应该可以接种10万人次 那至于诊所的部分 我们从6月开始就会有800家 那到8月的目标是达到2000家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每天是50人次 所以这边写每周60万是针对8月2000家 那个时候估计 所以就等于是说在6月的时候会有 会有比较少的一个量 不过还是会超过100万人次 以过去接种流感疫苗经验 如全联福利中心 离办公室都可以设站 外展服务则包括公家机关 军营 若为1000人以上企业 就能没和院所协助接种 假日期间也可以开设接种活动 而疫苗接种预约平台 渴望透过预约的方式 避免群聚 也让大家在不同地点 来选择适合自己施打的疫苗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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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